欢迎来到澳房测,我是Alex老师 你有没有想过以自己的收入能买得起多少钱的房子呢 比如这栋别墅,这一栋,还有这一栋 你不用再猜了,因为本期影片我会一口气说完 用你现在的收入考虑到目前的利率 越来越高的房价和租金 还有银行放贷规则 想要租到或者买到典型价位的房子 你到底需要赚多少钱 或者说以你现在的工资水平能租到或者买到多少钱的房子 很可能结论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在房产行业工作超过15年 买过不少房,自己还做过房东 澳房测有专职的贷款策略师 综合团队的力量 本期影片可以给到你最新的,最准确的参考信息 在影片最后呢,我们还会一起算一算 如果有一天你去买自己梦想中的那一套房子 到底需要赚多少钱 澳房测频道每周分享澳洲房产投资知识 案例,政策和市场动向 祝您房产投资,决胜澳洲 欢迎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这样就能接收到影片上新通知了 根据你的工资水平,生活的区域 租房和买房的开销差距可能会非常大 如果租房租金可能是你费用的上限 不会有任何超出你预计之外的费用 比如物业费,保险费,地税等等 但是买房之后的贷款还款 只是最低的开销而已 还有太多的费用 你可能根本都没有想到 第一,房贷月供 在澳洲,房贷月供可以止还利息 或者本息同还 贷款期限一般是30年 在澳洲连续12次加息之后 目前你在银行拿到的贷款利息 已经来到了将近6.2% 跟美国可以30年固定利息不一样 澳洲的房贷利息只能固定1到5年 第二,物业费 如果你购买的房子是公寓 或者是连排别墅的话 必须要支付物业费 一般来讲,新房的物业费比旧房低 低密度的公寓比高层公寓要低 没有设施的公寓比有健身房 游泳池等等设施的公寓要低 离市区远的公寓比市中心的公寓要低 所以你交物业费最多的就是市中心的老的高层公寓 还有各种设施的那一种 比如在悉尼市中心30年左右的老高层公寓 里边有游泳池,健身房,桑拿市等等 两房的物业费一个季度在4000到5000澳币左右 如果是离开市中心20公里左右的新建 中低密度公寓房 没有设施的 两房物业费大概在1100澳币一个季度 但是如果有大修的话 业主们可能要缴纳一笔维修基金 按照比例均摊到各个业主的身上 如果是楼的结构问题 或者是防火层的问题 花销将会非常大 第三,保险费 保险费很好理解 如果你购买的是公寓楼或者是连排别墅 物业费已经包含了各种保险的费用 如果购买的是独立别墅 必须要自己去交保险 比如说房屋保险 保的是山火、洪水、闪电、倒掉的树砸到了房子 还有巨峰这样不可预测的灾害 每年上千块几千块全都有 看房子是不是处在危险区域 和房子本身的价值有多高 还可以参考购买财务保险 接下来是市政费 用于当地基础设施和市融的更新维护 垃圾处理等等 业主每年需要支付的市政费 取决于当地的市政厅 每年收税的总额和物业的价值 市政费的价格和房价成正比 房价越高市政费也越高 我们可以选择一次性缴纳一年的市政费 也可以按照账单上的时间点 按照季度分期缴付 具体费用每个州领地不一样 新州市政费一年在1000到1500澳币左右 维州是CIV的0.2%左右 这个CIV就是土地加建筑 目前的市场价 在市政费账单上会有体现 第五水费 水费也是每个业主都必须要缴纳的费用 虽然各个州有所不同 但是基本上分成连接费和使用费两块 连接费一般就是每季度180到250澳币 你可以理解成自来水服务的月租费 第六维护费 对于别墅来讲 要修复的项目真的是不少 比如积电 冷气 暖气 大概是每两年保养一次 游泳池大概是每个月 或者是每个季度保养一次 烟雾报警器 每年保养 屋檐的雨水沟 每年保养 木结构别墅 防白椅 每年至少一次 水电工上门维修 出勤费就要200澳币 这还没算干活的钱 工作按时间收费 外加配件的费用 这一套算下来 一年也要至少流出1500到2000澳币的资金 如果买的房子是投资房的话 还有更多的持有费用 比如说地税 地税附加 州空置税 联邦空置税等等 所以你现在可以理解 为什么买房的费用 比租房真的要高太多了 买房和租房 根本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财务安排 那么你到底要赚多少钱 才能租得起 或者买得起澳洲典型的房产呢 澳房测可以帮您在全澳范围 买房 卖房 长租 短租 还有VIP房产投资规划会员服务 如果你需要澳洲房产投资初步意见 请到澳房测官网 使用免费的基础咨询 在澳房测频道呢 您将会学到最棒的澳洲房产投资知识 初学欢迎加入澳房测基础会员 领取五大礼包 铁粉欢迎加入澳房测油管频道会员 领取福利 并加入专属交流社区 高手欢迎参加80分钟直播公开课 masterclass 学习最有效的澳洲房产投资理念 买到好房实现财富目标 所有报名链接都在影片描述栏 如果不是在油管看到影片 请您私信我们获得报名链接 我们先把简单的问题搞定啊 你要赚多少钱才能租得起房子呢 那就涉及到了这个30%规则 假设需要保证你的生活质量没有影响 并且财务健康 房租呢就不能超过你税前收入的30% 如果你税前一年赚6万澳币 每周租金最多346澳币 一年赚9万每周租金519 一年赚15万周租金865 但是这个规则呢在疫情之前就存在 何况是在疫情之后房租大涨 难道我们的工资也要像房租一样上涨 20%到40%吗 所以显然呢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那么这个时候 50 30 20规则就会派上用场了 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啊 Elizabeth Warren 写的 Unlimited Life Money Plan 里面有非常详尽的解释 简单说呢在做日常预算的时候 可以参考这个规则 收入中的50%用来支付必须的开销 包括房租或者是房贷月供 交通水电煤气网络电话费 就是最低消费版本的衣食住行 30%的话在非必要消费上 比如说潮流服饰 女士手包视频演唱会门票旅行 要是没有这些消费呢还能活 有了这些消费的话活得更快乐 那最后的20%呢放在储蓄里面 用来建立一个紧急的小金库啊 做金融投资 或者是攒起来用作买房的首付 不过这样算下来的话 虽然您有了一些储蓄 但是能够花在房子上面的钱 可能还不到30% 对于在澳洲生活的人来说 绝对算是一项挑战了 那自从疫情之后呢 澳洲国门打开 大量移民和留学生回流 再加上建筑业开工量骤减 造成房租大幅度上涨 在悉尼市中心租一套一房的公寓 不带车位的居然要800到1000澳币一周 如果按照800一周和上面讲过的30%规则 租房的人应该至少一年赚15万澳币 可是能有多少人真的赚到这么多钱呢 但是还有一种更好的预算方法 就是先从税后收入之中 减去固定开销就是必须要花的钱 然后呢减去15%到20%的储蓄 再减去非必要消费 那最后剩下的就是你能负担的房租 或者是房贷月供了 那至少这种方法呢 能够让你把储蓄的优先级提前 让自己的财务情况更加健康 当然每个人的消费偏好呢都不一样啊 可能有人用收入的50%租房 其他人呢只用35% 同时也有不少的方法能够让租金压力小一点 比如和同学同事合租 或者跟另一半分摊一下房租 那现在市场上好地段出租房一房难求 所以还可以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法 那如果留学生呢 可以选择跟澳洲家庭同住 做一个homestay 如果是年轻人刚刚出来工作的话 可能要再跟父母住一段时间 等过了艰难时期再说吧 那么关键问题来了 要赚多少钱才能买得起房子呢 买房子要比租房子复杂的多 需要考虑的事情也多很多 那第一个规则呢叫做30%规则又来了 就是说你税前工资之中啊 不能有超过三成用来还房贷 和支付持有房产的费用 包括物业费保险费市政费 如果你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的话 计算的很简单啊 比如每个月赚到8000澳币 那么用来供房子的钱最多花2400 但是减去每个月 除了房贷还款之外的房屋花销 大概是500块就只剩下1900块 可以用来偿还银行月供了 那这个月供呢只能买得起 388,750的房产 在悉尼摩尔本这两个城市呢 这个价钱你就别想了 在昆州边远地区 达尔文的公寓 还有破斯远郊的公寓 还是有可能的 假设贷款8成 本息同还 30年房贷 6.2%利率 购买50万的房产 月供是2450 加上每月500房子的费用啊 如果按照30%规则计算呢 需要年薪11万8000 才能负担得起 购买100万的房产 需要年薪22万4000 购买200万的房产 需要年薪42万8000 如果您真的是特别较真的话呢 这里是我们考虑费用 和贷款的假设条件 在现在的市场情况下呢 想在悉尼墨尔本买到喜欢的房产 还要生活没压力 工资要赚的很多才行 第二个30%规则说的是 买房的时候放下20%的现金 作为首付 手里边呢 还要留存10%的现金 作为房屋备用金 20%现金首付呢 是我们最推荐的比例了啊 那如果比例更高 从投资角度来说 没有有效利用现金和杠杆产生的收益 那同时房子里边的权益呢 就是equity 想要拿出来使用 还需要经过加贷的手续 那如果首付比例低于20% 首先需要支付一个贷款保险LMI 少则大几千 多则一两万 那更重要的是呢 如果在房价下跌的时候 你不得已要卖房 可能房子卖掉之后 还要倒找银行钱 比如100万的房子啊 首付是5万 刚买完房子 不瞧市场就进入了下跌期 那这个时候呢 你正好急需用钱 房贷还不上了 所以不得不卖房 但是这个时候的房价呢 已经跌到了93万 在卖掉房产和扣掉中介手续费之后呢 你可能还背上了5万的债务 因为房子里边的权益equity 实在是太少了 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 在20%首付之外呢 手里边还要留下房屋价值的10% 现金啊 一倍不时之需 这就是为了防止没钱还贷的情况发生 这样操作呢 可以让房子在手里面持有的时间更长 获得财富倍增的效应 让房子升值 还能避免呢 在市场不好的时候 不得不卖房 承受损失 以上呢 是我们自己控制花多少钱 去买房子的参考方法 另一方面呢 还要考虑银行愿意借给你多少钱 而银行的放贷额度 加上20%的现金 一般就是你购买房产价格的上限了 不过不用担心啊 即使是目前利率上行 银行收紧贷款 还是要比遵守30%规则的时候 能买的房子贵上许多 所以情况呢 可能没有那么糟糕啊 从银行方面讲呢 考虑贷给你多少钱 其实非常简单 只需要考虑三个因素 收入 费用和负债 收入这一点呢 非常容易理解 就是你赚到的税前工资 费用呢 是指你每个月的支出 就是衣食住行 加上娱乐的开销 一般来讲呢 单身一个人 银行默认 每个月1800到1900的费用 但是这个数字呢 是有操作空间的啊 所有的贷款经济都懂 第三呢是负债 比如说信用卡 消费贷 先买后付 学生贷 车贷 综合考虑之后呢 就会得出你的贷款额度了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单身打工人 买房子 自己住 年薪十万 税后呢 剩下七万五千 减去银行假设的 个人开销每个月1800 那一年就是21600 还剩下每年53400 也就是每个月4450 如果按照现在的利息 6.2% 30年期 八成贷款 可以支持72万贷款 买到90万的房产 看起来还不错啊 但是实际情况呢 还要差一些 因为银行呢 会在计算还款额度的时候 外加0.3% 就是用9.2% 来计算你的 本息同还月供 这样呢 就只能带到55万左右 实际贷款申请之中呢 还要再少个10% 能带到差不多50万 可以买62万5千的房产 在实际操作之中呢 业内都会用一个乘数 来预估贷款额度 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用你的税前年收入乘以4.5到5 这就是你的贷款额度了 不过呢 需要注意的是 随着利息上升 银行贷款政策收紧 这个乘数会越来越小的 以上呢 是最简单的贷款例子 有些因素呢可以提升你的贷款能力 有些因素会降低 我把大家整理好了 有兴趣的话 可以截图下来慢慢研究 那我自己会怎么选择呢 首先租房还是买房 我的标准呢 可能跟大多数人都不太一样啊 我是看综合效率的 如果租房贵一点 但是离我上班的地方近 我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提高 业余有时间创业 能够产生更高的价值 我会选择租房 然后手里边如果有一些钱的话 先在房价低的地方买套投资房 反正我自己也不住 在哪里也就无所谓了吧 只要投资回报高就好了 如果租房和买房 我都有能力的话 我大概率会选择买房 当然可能买房之后的 现金流负担会更重啊 但是如果房子买的好 房子本身增值的部分 高于买房和租房的费用差 并且十年之内 都有不错的增值预期 我肯定会买房的 澳洲的房产涨价呢 是大概率事件啊 只要你买的房产类型 区域和买入卖出的时间点 选择正确的话 一定能够获得高额投资回报 个人的建议是 首先不要超过自己的承受能力 太多去买房 比如95%贷款 那这样呢 不但生活压力太大 稍有不慎 很可能无法还款 那最后房产被银行收走 同时呢 不要介意给自己的贷款 做做包装 只要房子本身适合居住 有增值的潜力 你的现金流 足以支持房产的各项费用很久 你就可以超过自己的贷款能力 购买了 第三 只要你能努力工作 积极创业 管理好自己的财务 多存钱 并且做好买房钱的功课 一定能够买到适合自己的房产 如果不能一步到位 多走几步也无妨嘛 最后呢 还记得我们影片开头挖的坑嘛 买一套5000万澳币的房产 到底需要赚多少钱呢 那按照贷款八成和五倍法则 需要你每年赚到800万 才有足够的还款能力 不过现实之中呢 买这个价位房产的人 一般会全部用现金支付的 那比起买这套房子 还不如去赌场 或者买彩票的可能性大一些 本期影片呢 特别感谢澳房测 贷款策略师 Amy老师鼎力协助啊 有任何贷款问题 欢迎您到澳房测官网 预约Amy老师咨询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请您帮我点赞 订阅转发给您的好朋友 澳房测祝您房产投资 决胜澳洲 我是Alex老师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